各位網友大家好 2023元 2024又來了 2024將會有什麼事呢 在全球局勢有很多事 但在香港也有不少事 在明年 我們的財爺將會推出 新一份的財政預算案 預算案究竟 編制成怎樣 想不到 昨天 我們的財爺陳茂波 推出公眾諮詢 公眾諮詢 是尋求一些意見的 不知道大家有什麼意見給他 他在公眾諮詢上 有些文章有些說話想說 究竟他又想說什麼呢 是否一個方向 可以拆解一些端藝 究竟他在2024年 他編制這個預算案 是不是有機會派堂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一下 有人馬上想起 派堂也很甜 未能拆解都已經是甜絲絲的樣子 好像真的有份 有沒有粉 我不能說沒有 誰都想甜 最重要是越甜越好 你說喝東西就走甜 在這一方面當然是重甜 我不怕 這方面是糖尿 你說財政預算案 吃到糖尿也沒所謂的 平時我飲食那方面 我自己會節制 這方面我相信 大家也會這樣想 但是 之前我們也看到很多不同的消息 偏向 吹淡風 都是周邊 估計 龐孝侄擊 這次財爺 在這個公眾諮詢上 他也有些少說話想說 我們看看究竟他在說什麼 在2024年 這個財政預算案 在昨天原來展開公眾諮詢 看到我們的財政司司長 陳茂波 說到 在這個編制 財政預算案的時候 需要 以這個發展 蓄穩定 繼續適當 配置資源 拼經濟 為民生 做好這個前瞻部署 謀劃香港的長遠持續發展 一起把經濟的餅做大 做好它 這句話 不止一次聽過 我經常都說 做生意的 你什麼時候都是做大餅好的 你沒有理由 在現有的餅 跟著分 如果餅小 你越分越小的時候 哪有得吃 另外 財爺也說 同時間會致力 令到這個發展更加普遺 令到更加包容 令到市民能夠分享 經濟發展的成果 這裏是不是有派錢的味道 分享成果 有得分 太公分豬肉 陳茂波在網誌中 他說 過去這幾年 政府開始大幅增加 未來的公共財赤 也都面對 財政 面對 壓力 在這個開支方面 不能夠避免需要整顧 更加慎慎 管控 這件事 糟了 又有震 有腳震 大家糟了 剛剛才說 分享經濟成果 有效 管控開支 以至 適當折留 不能夠避免 所以 財爺就說 在這個 發債所得之後 2324年 政府綜合財政數字 財赤 預計 會大概超過 21000億 糟了 唱淡風 財赤1000億 那怎麼辦 那怎麼辦 明年 要追回進度 那你又要 靜待2000億 才搞得怎樣 是不是 不行 糟了 派錢無望 好了 等一等 不用那麼急 好了 說到明年 他展望明年 地緣政局仍然複雜多變 將會抑壓香港經濟的增長速度 令到資產市場相關收入難快恢復 預計下年度繼續出現財赤的機會 不能夠抹殺 那麼 這個方面也表示理解 你說 預計出現財赤 經常都說 年年都叫財赤 到年底計數的時候 財政有盈餘 這些例子我們都屢見不鮮 那麼 埋單計數 原來你有賺的 經常叫蝕 賺少了叫蝕 這些情況也有 這樣 是有的 有的 可能因為中間 突然那個賣地氣氛 刺激 其實你可能明年是 不奇怪 先去到這個位置 我們在想 你說 現在財爺 他在這裡叫財赤財赤 明年都預計財赤 今年我們之前也做了一個很初步的研究 其實最主要 就是你幾個因素 就是這個股票 股票的稅收 然後 遊客的減少 沒有預期那麼多 賣地不理想 等等這些 其實情況也是 尤其是賣地的情況 不理想 這個其實某程度上 跟外圍經濟因素有關係 再加上 地原政治 周圍 新加坡 東南亞 很多國家 甚至乎 西方社會 個個都要欠人財 賞人財 吸納很多企業過去 所以其實某程度上 的確 是會影響到 現在賣地 發展商 對於 香港的前景 他們仍然是摸不著頭腦的 所以 保住這個審慎 樂觀的態度 我也覺得是對的 這個 沒有問題的 但是你說 明年財赤 會不會真的由頭赤到尾 從啫喱到啫喱呢 我覺得是未必會的 如果你好像之前 中間突然之間 有些好消息 好消息爆了出來 舉例 我們香港受惠於國家的政策 早十年已經是 因為自由行 大量資金 大量人士過來香港 我們作為國家對外窗口 其中一個非常關鍵的 接駁位 我們這個接駁位 真是 真是飽了 那段時間 樓價又厲害 零售市道又暢旺 各行各業 股票又厲害 什麼都 總之 整個經濟很厲害 好 現在 退了下來 退了下來 不緊要 明年 可能國家突然出了一些政策 大力 不知怎樣 或者可能和中美之間 其實明年反而可能會比較難 如果和中美之間 會有什麼 政策上的大變動 因為 如果從 政治角度來看 美國明年是總統大選年 拜登也只剩下一年任期 一年也沒有 你這樣 可以有什麼合作協議 框架簽 隨時你下國上來 我不知道是不是特朗普 或者可能是另一個 你上完之後會不會有政策改變呢 當然 大方針可能 可能不會變的 可能是 細節位上會有一點改動 可以談 當然可以談 中美之間大家互惠互惡 甚至乎 有些晶片 Nmedia可以賣過來香港 賣過來內地 賣過來香港 等等這些 亦可能有些 之前的 所謂的 封鎖 禁令 也慢慢解除 可能 令到外國的資金 會回流香港 到時候 整個市道旺盛起來 大家暫時無法估計 其實我看到才爺都是 推算 其實大家都是推算 所以你說年尾會不會 明年年尾會繼續裁赤 這也是非常保守的估計 另外波叔也說到 為了 照顧 社會和弱勢社群的需要 他是這樣寫的 極為必須 用四個字極為必須 重中之重的 投資未來 顧需要 透過加速經濟增長 來開創新局面 最有效 實際的增加 政府收入的做法 離不開 將經濟蛋糕做大 透過經濟發展 拉攏更多收入 必須 增強自身的競爭力 尋求新的突破 發展新的增長點 增長點 提到過一年 政府 節力培育和發展新產業 開拓新市場 進一步深化 和內地金融市場 互通互亂 增強中東和東盟的地區合作 所以 他覺得這是正確的 支落傲 要加倍努力 全力推進 到了這個位置 有人關心 明年 是不是有錢派 錢 有沒有派 當然 我覺得 你可以從另一個角度 施政報告 我們特首的施政報告 其實已經出了勞 最惹人關注的是 初生嬰兒派2萬 中年再就業 2萬津貼等等 這些 其實都是一系列的短暫的 惠民設施 措施 在展望 我們在展望明年的經濟 都是比較 疲弱的時候 你怎樣可以 令到本地的經濟 可以 吊鹽水也繼續吊下去 大家在想 疫情期間 每個人都在捱爛捱 捱捱捱捱捱捱捱 希望捱到出頭天 有一天疫情結束後 我到時有些自由走回來 我們就可以鬆一口氣 誰不知就沒有這個現象 好了 我們現在 了解了整個經濟 這9個月 其實都沒有一年的時間 因為在 第一季先 第一季尾先叫放寬 所有東西 resume 復償 我們用了9個月時間 我們真的用足足9個月時間 政府用了很多不同的 下很多藥 推動 推動 大家說 錯摸形勢 或者摸錯隔離 但是其實每個地方都會有這個情況 有些地方都不是人流很高 為什麼會這樣 甚至乎不似預期 全球也是 對於 內地客 中國客 中國旅客 為什麼少了那麼多 大家都是 原先有一個美麗的幻想 就是疫情之後大家都想著有這些 大豪客 誰不知都沒有了 所以很多國家都要立即走去變陣 變陣其中一件事就是 當然要顧及自己的本地市民本地的消費能力 用很多不同的優惠 出很多的政策 好像澳門一樣 澳門早前都叫派錢 他們 2024財政預算案 他們都預計明年有些盈餘 全年博彩 正收入有2000多億 他們都繼續派錢 他們預計比較正向 一般開支 澳門是明年 開支有1059億 收入有1071億 預計 正如和和果果那樣 和和果果那樣 和和果果那樣 都派錢 和和果果那也派錢 所以其實某程度上 他們都算是 進取的 錢是要繼續派的 你不派的話 大家也叫做好嘴唆 大家 疫情後 那麼辛苦 大家也想分一杯羹 像財爺那樣說 所以 你說明年會不會斷攬呢 我覺得 或者你們想不想派錢 有人說如果這樣 再動用財政儲備 其實派錢的錢不太多 而且 一定會落回 有機會落回政府 其實隔棋和沙 我覺得也不是一個 無雙大的 最重要是 只是 推動 大家去消費 這件事 第二件事 像財爺那樣說 如果你財赤的時候 其他那些津貼又會不會削減呢 有人又說用一些呼聲 有些風 不知如何吹這些風 有人就覺得 應該把福利東西 減少 減少 不要再派那些 公屋 免租兩個月 甚至 生果金 生活津貼 等等這些東西 是否應該 不要再派 花行 例如出雙糧 不要再有這些 那裏又省一大筆 可以 一次過大家 籠統一點 派一塊錢 然後大家一起消費 那就算了 大家也算好一點 因為其實 按照這幾年 的確是 除了派錢之外 還有派錢 和派錢 但他把派錢分開幾個範疇 一個就是 周遊 大家都有 然後就是 向基層 再做一些商量 公屋住戶 又免租兩個月 公屋那裏不用了 你看看 最近我們房署多努力 看到他們拼命 公屋庫 我覺得應該在財政儀算案 想想 和房局那裏談談 你在那裏 罰重點 甚至是 吐私樓出來 幫忙填 填收入下來 是不是 其實我覺得這件事好事 你把那些 那些錢 不要說收樓那麼誇張 罰他重點 你把那些 收入撥回庫房 由庫房 再洗個圈 然後再向一些 有需要的人 甚至乎 大家 再分5千 1萬 1萬5千 我覺得好事 你這件事 我們拿錢 去津貼公屋 有種人也是 何謂津貼 政府一個庫房 撥資 建公屋 全部都是羊毛出自羊身上 既然有人濫用的時候 應該給予我們 大家 這件事 我覺得 不如 想想辦法 另外那些 派不派 雙倍 甚至乎 出花紅 我覺得就可以節省 因為 在早一兩年 其中那些都是一塊錢 你說剪了之後 我覺得如果 波叔在這一方面 想一想 其實某程度上 多材小補 隨時可以拉賣 像是澳門 拉著 甚至乎把甚麼基建 又像 斬件息 甚至乎 減細一點 少於一次 攤這麼多 那麼大一個錢 沒有 開天 賣口 辭職 已經說要5000 3000 2000 1000 00 那些股票一定是分不及的 你試試斬件,每次一二百億三百億 同時你把那些錢做到基建之餘 你又可以多分給香港有需要的人士 另外我覺得 其餘的 醫療可以多撥資源 另外就是要搞基建,或是科學館、財館調來調去 多建一些特色的東西 那些錢撥出來,去準備功夫,去迎接明年 如何再進攻,吸引更多遊客 我覺得是OK的 所以我覺得整件事 財政預算案的餘餅可能要扭過來猜 跟之前不同 因為它是輪流系統 整個旅遊業一直都在行,沒問題 大家都是這樣走 不需要怎樣 活化改善 現在可能不行了 現在真的要扔出錢 另外有些位置 我覺得應該可以拉慢一點來做 幾樣東西 所以 派錢是需要的 減辣那些 一直都在減 因為施政報告 既然短暫的東西都照樣派 為什麼不一次過 由中低高都全部派一次 派一次 對整個環境 都是一件好事 何況 預算我一公佈 都不是立即有派的 你都去明年中 明年中 或者去到年尾 吃兩次 我覺得 有半年 經濟消費 有辦法可以再推高一點 你看現在 幾早派了 大家洗了 很多人都洗了 你去到聖誕節 力度加上在北上 因為現在的問題是要北上 你的消費券就把他拖下來 自自然 他不能北上消費 不能用消費券北上消費 他便變相留在香港消費 這些 正正的我們特首經常都說 我們怎樣想想 令到在香港消費的人 繼續在香港消費 你便付錢 不知道你們打算派多少錢 如果有機會給你派 依下公眾諮詢 當一個呼聲 不要斷攬 繼續派錢 你覺得 510000 15000 20000 或以上 不妨下跌 給意見 可能8000 9500 不妨大家研究一下 今集說到這裡 下次再說 拜拜